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诗人在《黄鸟》中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与情感呢 中国人民大学张艺老师做客百家讲坛 带您一起跟随诗经的脚步品味古老诗意 开启一段先秦历史之旅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诗说先秦》第十七集 《焦焦黄鸟思忠良》 大家好 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一次考古发掘说起 在甘肃省的东端有一个甘谷县 甘谷县里有一个毛家平村 有一处重要的周勤文化遗址 就以这个村的名字命名 就叫毛家平遗址 从2012年到2014年 有连续三年的时间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 发掘的总面积有四千来平方米 那么古墓有将近二百座 工程不小 学术贡献也很大 到2014年的下半年 整个的发掘工作已经快要收尾 接近尾声了 而这个时候呢 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的 却是整个这次工程当中 规格最高的一座大墓 工作人员当时给它编号叫M2059 这座墓啊 东西南北的四壁都向里挖了壁核 每个壁核里面呢 都放有人训 那么猜测应该是墓主人的仕切 在墓室的正中央呢 是一官一果两层 在官与果之间的这个空间里 有随葬的礼器 有五顶四轨两个方胡 还有其他东西 这些礼器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是比较高贵的 应该是大富一个级别的人 因此呢考古工作者都对接下来的发现 充满了期待 果然等到这个棺材打开之后 人们有了非常振奋的发现 在墓主人的右壁处 发现了一柄青铜格 尽管已经是秀迹斑斑 但是还不能掩盖它上面两行名文 其中第一行六个字清晰可辨 是勤工作紫车用 看了这行字之后 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这六个字好像一句远古的咒语一样 它唤醒了我们头脑当中丰富的材料 看了这六个字之后 诗经当中的名篇 春秋时代的明君 那个时代古老的风俗民俗 都在一瞬间变成了一场大戏 在我们头脑中被激活了 那么今天呢 就有请大家和我一起 来聊一聊这个被远古咒语激活了的故事 咱们还是从这个名文说起 这句秦工作紫车用啊 它的意思是说呢 这柄青铜格是由秦国的国君 亲自下令制作的 制作呢有特定的目的 就是颁赐给这位紫车 让他使用的 因此呢 这柄青铜格后来就被命名为紫车格 送给紫车用的嘛 它就和旁边不远处 那个车马坑里出土的 非常棒的秦车马一起 成为了这一次毛家平考古的 最有代表性的发现 两者合称金戈铁马 那么这里说的紫车又是什么人呢 紫车是一个姓氏 它是秦国早期历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 叫紫车氏 关于紫车氏直接可靠的记载 而且是富有感情的记载 就出在《诗经秦丰》当中 在秦丰里有一首诗叫做《黄鸟》 我给大家读一读 大家欣赏一下 这是其中的第一章 全诗一共有三章 它第一章上来就是说 娇娇黄鸟止于急 说那个酸枣树丛中 那个灌木丛中 有叽叽喳喳的黄鸟 它很激动嘛 在叽叽喳喳的这样叫 那么紧接着呢 它就提问了 随从木工紫车烟熙 有人好像跟从着其木工 是谁呢 是紫车烟熙 紫车式的人 叫做烟熙的男子 那么这首诗一共三章 每章的结构相似 三章大同小异 它的变化就是 每到这个问的时候 三章三次问三次答 就提示了三个人名 谁从木工紫车烟熙 谁从木工紫车重行 谁从木工紫车真虎 紫车式的三个兄弟 烟熙 重行 真虎 他们要从木工 从木工是个什么事情呢 原来呀 这讲的是公元前621年 大名鼎鼎的秦木工逝世了 那么娇娇黄鸟 紫车烟熙 这个有一点混乱 有一点惊恐的这个黄鸟 提示的这个场面 是秦木工他出变 他的下葬时候的场面 在这个葬礼上 就出现了紫车式的 这个三兄弟 他们要从木工 他们跟在葬礼的队伍里 从木工是什么呢 不是去送葬 他们是从死 就是活人殉葬 他们要以死跟随秦木工 跟他一起埋葬在这儿 我们往下再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首诗的作者 对这个殉葬这件事情 还有自己的看法 他在诗里还表达出来了 他说 那么用了三个字 来评价这三兄弟 百夫之特 百夫之房 百夫之玉 他们的意思 前人解释差不多 就是讲呢 这三兄弟都是能够 以一当百的大英雄 大勇士 优秀人才 这么一个意思 于是呢 诗人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 让这么优秀的人 在这么好的年华 就去殉葬 就白白地死了 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他于是在后面 他就更清楚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 这首诗三章 每章的后面几句 都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就是诗人他要强调的 自己的看法 他说 毕苍这天 见我良人 如可熟悉 人百其身 他说苍天啊 你怎么杀死了 我们的好人 这个良人有两种解释 有的人说 这就是家里的至亲之人 就是诗人代表 这个子车是三兄弟的 妻子啊 这些儿女啊 这些最亲的人 所以这个良人 是用妻子讲丈夫的话 那么也有人呢 就是说 也不一定 就是犯称的 良人就是优秀的人啊 类似于良家子弟 或者是这个优秀人士 大好青年 这个周围的百姓 也替他们惋惜啊 所以毕苍者天 见我良人 怎么杀了我们的好人 然后他们都讲 如可熟悉 人百其身 如果能救他们的命 能够把他们换下来 我死一百次都行啊 里面表达出来的 既是对优秀人士的惋惜 同时也可以说是 对生命本身的惋惜 这样一种 对当时风俗的反思和反抗 就成为公元前 七世纪前后 人性觉醒的曙光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研究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 闪耀着人性的意义光辉 那么后世的史学家 又是如何看待秦穆公死后 以大臣殉葬之事 他在史书典集中 又曾留下哪些经典故事呢 《黄鸟》这首诗啊 批判了活人殉葬的那个风俗 同时也哀悼了 在这个过程中受害的 紫车氏三兄弟 那么因为诗里表彰他们 称他们为良人 所以后世就把他们 合称为紫车氏三良 那么历代的文人默克 也经常写诗来纪念他们 对他们表达了很多同情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故事里还有 另外一个主人公啊 就是秦穆公 他可就哀起骂来了 因为让三良熏死的是他呀 所以说那个后代呢 就往往有批评秦穆公的声音 很典型的包括史记 包括左传中都有这样的话 比如说这个史记里面 就是这么讲的 死而弃民 收弃良辰而从此 他就说呀 说秦穆公心里不惦记老百姓 他对老百姓不够关怀 也不够珍惜贤臣 这个是从一个爱惜人才的角度 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这个批评呢 当然是比较有道理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批评 完全火力集中在秦穆公本人身上呢 对他个人又是有点苛刻的 我们如果去翻看关于秦穆公一生的各种各样的记载 我们会发现秦穆公是那个时代比较少有的拥有人情味 并且富有同情心的君主 这一点呢 包括史记 包括左传 吕氏春秋等一系列材料 都能证明他们都不否认秦穆公是那么样的一种人 吕氏春秋里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 那么他是这么讲的 说有一回啊 秦穆公驾车出行 出行的这个道上呢 这个车出故障了 车上的一匹这个远马呀 就挣脱了马江 然后就跑丢了 那么古代的马 这个东西非常贵重啊 更何况是给国军驾车的远马 那都是非常健壮 品种优良 而且训练有素的动物 那么是很稀有的 所以呢 这个大家就分头四散去寻找 而且呢不但派人去找 秦穆公本人都参加找 所以你可见这匹马是挺珍贵的 大家找来找去呢 然后在骑山脚下找着了 找着是找着了呢 已经死了 因为呀 骑山脚下那个地方 居住着一些野人 所谓野人呢 那个时代叫野人 是跟国人相对 国人是居住在这个城堡中的人 居住在这个城池里的 那么野人呢 相对于国人 他住在城外 在乡野之中 这些野人呢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也不认得国军的马 所以看到有一匹马呢 跑到自己的村里来了 就把他逮住了 野人平时吃不饱 穿不暖 那么看到这匹马呢 就把他杀了 然后坐熟了 等到秦穆公来的时候 秦穆公的手下一看 就快要炸掉了 这怎么可以呢 怎么能吃国军的马呢 这太不像话了 于是立即组织人手 准备给他们治罪 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 谁都跑不了 都有罪 可是这个时候呢 秦穆公 他自己亲自叫停了 他说还是算了 不能为一个牲口 来杀人呢 他反而是 来到这些野人面前 这些野人都吓傻了 不敢动 也不敢吱声了 秦穆公说 哎呀 你们不要怕 我呢 也不是心疼这匹马 那么你们现在呢 他熟了就熟了 吃了就吃了 可是呢 这匹马是一匹骏马呀 我怕你们吃了它之后 会伤身体 会中毒 他说 那既然吃都要吃了 就拿来美酒 你们连酒一块喝吧 古人认为 喝点酒 大概可以解这个马的毒素 所以秦穆公还专门命人 拿来美酒 赐给他们每个人 让他们所有人都喝到 不要有谁没喝着 导致过后中毒 然后让他们饮酒 吃肉 既然马死都死了 熟都熟了 那么让穷苦人 饱餐一顿 有何不可呢 这就是秦穆公 他是比较仁爱 开明 难能可贵的一类君主 秦穆公不但对 自己国家的百姓 甚至对敌国的老百姓 都非常有同情心的 比如啊 还有一个例子 秦国和晋国是邻国 那么两国呢 其实世世代代有竞争 有对立 秦穆公在位的时候 晋汇公也在位 晋汇公当国君 是得到了 秦穆公的大力支持的 当初呢 为了获得秦穆公的支持 晋汇公曾经徐以重力 可是一旦当上国君 晋汇公出尔反尔 不认账了 所有的许诺全部退翻 于是呢 这个秦穆公就被狠狠地耍了一把 结果呢 也是巧了 老天爷好像有意要帮着秦穆公 给他讨回公道 在这个晋汇公当上国君 不久呢 晋国就陷入了一场连年干旱 连着两三年呢 粮食都欠收 所以没办法 这个晋汇公 还得厚着脸皮 来找秦穆公 借粮食 好渡过天灾 当时秦国的宫廷 朝臣们就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 毕竟是天灾 天灾这个东西 你也不知道是谁能碰上 今年他碰上 明年也许咱们碰上 那么出于道义 还是应该帮助邻国 渡过这个灾难的 可是另一派大臣呢 就是说 你看一看 晋汇公这个人 如此背信弃义 如此辜负我们国君 现在好了 老天报应他了 他自己倒霉了 上天给的机会 不可不抓住啊 不可辜负了老天的好意 所以一定要借这个机会 狠狠地这个收拾他一下 那么不要帮他 可是呢 不管大家怎么说 最后这个总的主意 得秦穆公拿 秦穆公想来想去 最后还是决定 借粮食给他们 他怎么向群臣解释的呢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怨恨的是他们的国君呢 但是他们的老百姓 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老百姓是没有罪的呀 所以不能让老百姓 跟着这件事受苦 所以他就把粮食借给他们了 所以从这句话里 我们就能够看出 秦穆公对老百姓的爱护 他看建国的百姓受苦 他也还是不忍心 他就是不能够 对人家的这个苦难 袖手旁观 秦穆公的这种心肠 用孟子的话说 就叫不忍人之心 所谓不忍人之心 就是对他人的痛苦 同情的心 就是没法眼看着别人的痛苦 袖手旁观 无动于衷的心 那么这就是秦穆公的心性 因此他才能跨越贵贱的立场 去同情下层的野人 因此他才能跨越敌我的立场 去同情别的国家的老百姓 这就是他的心肠 是一个比较仁爱的人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 《黄鸟》这首诗 它里面所写的 这个残酷的人训 它其实不是秦穆公规定的 秦国的这种人训制度 它开始于秦武功 结束于秦宪功 在秦国延续了有二百多年 不到三百年 那么秦穆公只是这个 习俗当中的一环 那他在他有生之年 刚好是这个时代 有这样一种风气流行 如果我们要批评他 我们也不能脱离了 他所在的历史环境 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 我们也只能说 在处理身后事这件事情上 秦穆公未能免俗 遵从了当时 比较野蛮落后的风俗 也如此而已 为此眼熙 百夫之特 为此重行 百夫之房 为此真虎 百夫之玉 伴随着黄鸟的声声呼唤 三位英才 远命黄土大帝 只留下后人 为他们黯然落泪 然而后人 似乎也很难相信 作为一代人军的秦穆公 会实行如此残暴之事 也许这场悲剧的背后 还另有隐情 那么在君臣对酒 当歌之时 秦穆公曾经生发出 怎样的感慨 他在宴会上的 一番肺腑之言 又为何会为三兄弟的命运 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呢 秦穆公为人仁厚 深得人心 他一生流传了很多 这一类的暖心的故事 这一类动人的传言 所以后代的很多读者 也是非常喜爱他的 所以也就出现了 另一波读者 觉得让三良从死这件事 好像成了他人生中的 一个主要的污点 所以也有人试图 帮他解释一下 帮他开脱一下 于是也有这样一种批评 说秦穆公让三良从死这件事 你归根结底不能怪秦穆公 因为秦穆公已经死了 反而是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 他怎么不看一看 自己父亲生前是那么仁爱 那么爱护臣民 那么他为什么要放任 或者要命令三良从死呢 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把材料看全了 那么大概道理也不是十分充足 因为在汉代呢 就流传的这么一条 记录一个故事 就是说呀 这个三良的从死 还真不是由于秦康公的命令 还真的有可能是 秦穆公生前就定下来的 只不过呢 这种决定并不是出于残暴和自私 而是呢 处于君臣之间深厚的感情 这个故事里啊 是这么说的 说有一次呢 秦穆公大宴群臣 大家在一起欢聚饮酒 秦穆公平时呢 就是一位明君 胸怀宽大 然后对大臣们也很好 君臣们相处的也融洽 多年以来都很有感情 所以在这个欢乐的宴会上 大家呢 宾煮尽欢 喝得非常尽兴 就在酒憨之际 秦穆公就端起杯 他要讲一段话 这个时候 秦穆公 厌憨深情 看着自己多少年 并肩作战 风雨同舟的部下们 那么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生共此乐 死共此爱 那意思啊 咱们大家活一天 咱们就共同分享快乐一天 什么时候生命要结束了 咱们也共同面对死亡的悲哀 这是一句非常动情的话 也非常动人 千百年之后 咱们再读这句话 还是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种力量从哪儿来呢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首先呢 是因为秦穆公 在纵情欢乐的这个宴会上 他突然想到了 提起了死亡 这在一个有思想 有胸怀的 深沉的大政治家身上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曹操 他写短歌行 对酒当个人生几何 譬如赵璐去日苦多 他也是相似的环境 对酒当个纵情欢乐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哎呀 人生很短暂呢 人生能有多长呢 这个饮酒欢乐的快乐 能延续多久呢 哎呀 人生太短了 像早晨的露水一样 容易蒸发 去日苦多呀 原来我活过的日子 已经有那么多了 剩下的日子 是过一天少一天呢 那么他感觉到了 生命的短暂有限 越在这个欢乐的时候 他的感觉越强烈 这是一个胸怀宽广的 思想深沉的人 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 就是哪怕是在 纵情欢乐的时候 他也逃避不了 生命严肃的叩吻 秦木工在这个欢乐的场面当中 突然提起了人生是要结束的 提起死亡这件事情 那就引导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把大家都从欢乐的现场 引向了直面生命的严肃话题 他有一个严肃的内涵在里面 所以他动人 因为这里面有思想的深度 有力量 这是他动人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在这个欢乐的场合下 突然说死亡这件事 会不会太扫兴呢 一盆冷水就把这个欢乐的现场的火 消灭了 那怎么办 不会 因为这个背后呢 还有大政治家的胸怀 他刚建的性格来支撑这个话题 他说人是要死的呀 可是他讲什么 他讲我们要分享 我们是生共此乐 死共此爱 我们有一个共 我们共同面对这个生死哀乐 因为君臣们常年合作 并肩作战 风雨同舟 有很深的感情 并且共同经营着一个强国 当时其木工 治理下的秦国 是一直在进步 在发展当中的呀 所以君臣们有共同的感情 有共同的事业 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用这个东西就抵抗住了 死亡的虚无感 所以说他有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听到他的人 群臣们听到之后 不会感觉到特别恐惧 特别扫兴 反而会被其木工的这个乐观 这个刚建的精神带着 他们更觉得眼前的欢聚 真是珍贵呀 真是欢乐呀 他们更会有一个好的体验 所以这是他动人的第二点 最后呢还有第三点 大家要注意 生死无论如何 你再怎么分享 再怎么共同承担 它也是个人的事情 人面对生死的时候 就得自己面对 所以死亡对所有的人 不管是帝王还是乞丐 不管高贵低贱贫穷富有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平等的 那么当其木工说起 和群臣们一起面对死亡 面对人生的时候 那就等于说 暂时放下了 我们是君臣关系 我们是上下级 因为在死亡面前 上下级没有作用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更近乎于平等的 互相依靠的朋友 所以那就说 我们是同生共死的人 好比我们是手足 我们是一个身体里的心肝 它就降低了 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而增加了君臣之间的 亲密和谐 他有一种异常的亲密感 让大臣觉得特别的亲 这也是他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呀 能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 如此动情 如此深刻 如此面向生命的整体 然后放下了自己是国君啊 自己有什么富贵啊 这些东西都忘掉了 这是一个人在百感交集时刻 沉浸在他自己内心当中时候 说出来的话 预先是没法准备的 也没法做假的 所以这句话里面的感情力量 特别充足 那么这就难怪了 在场的这些大臣们听了之后 一下子都被带动起来了 他们都很激动 所以当场就有三位兄弟 就是紫车式的这个三兄弟 他们在心中就许诺 国君对我们这么好 将来如果有朝一日 国君不在了 那我们一定不能让国君 自己一个人面对死亡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追随他于地下 继续和他在一起 所以他出于这样一种忠诚和眷恋 内心有一个对于这个秦木公的 一个很深的一个许诺 所以这就导致过了一些年 等到秦木公老了 逝世的时候 这几个兄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那么他们主动自杀赴死 来为其木公殉葬 这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他有君臣之间 生死相托 肝胆相照的 他的非常悲壮的一面 生共此乐 死共此哀 秦木公一段至情至性的感慨 深深地感染了紫车三兄弟 三人从此暗自许下诺言 甘愿追随秦木公左右 死生气阔共赴黄泉 这一场君臣间的生死之交 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悲壮动人的故事 也留下了这首哀晚第一回的诗篇 那么站在后世的角度上 黄鸟这首诗 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秦木公一生的功过是非呢 请继续收看中国人民大学张艺老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说先秦第十七集 娇娇黄鸟思忠良 娇娇黄鸟止于己 谁从目共子彻燕熙 为此燕熙百夫之特 临其学坠坠其力 比仓者天兼我良人 如可熟悉人百其身 当我们走进这个黄鸟 所记录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仔细地审视它 我们会发现 这个历史事件 往往有它非常复杂的成因 我们不能简单地 或者从我们一个单一的角度 去简单地评判它 评判其中的人 比如说从人道的角度吧 它确实是这个用活人殉葬 有它特别不人道的 也特别不理性的那一面 特别不值得提倡 那么后来也证明 这个风俗确实就是消失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进入他们那个历史场景 我们又能够深深地 被他们之间的情谊 被他们对生死的那个看法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那种 悲壮和勇敢所触动 所以说呢 又不能简单地 一两句话否定这其中 这些人物的性格 或者是他们的品德 其实呢 《黄鸟》这首诗当中 就已经流露了诗人 对于这件事的 这个复杂性的感受 他就已经感觉到困惑了 我们看他这个最后这几句话 《比苍者天兼我良人》 《如可熟悉以人摆其身》 他说苍天啊 你怎么害死了我们优秀的人呢 那么他呼告苍天 其实他就是怨苍天呢 就是他认为这件事情 发生得不可思议 不应该发生 这样的人怎么就 如此白白地死了呢 可是呢 他变观周围 他看自己的时代 他又发现 他不知道该控诉谁 不知道这件事 谁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他只能呼告上天 他没有地方宣泄了 所以他说上天呢 是你害死了我们的良人 那么其实他就是 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 就好像我们也不适当 为这件事直接去指责说 这全是秦木工的责任 就是这样 那么作者就是说 苍天害死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时代 到了我们今天 我们就知道说 哦 原来作者所面对的 其实是那个残酷的历史进程 就是他不是 哪一个人的恶造成的 而是当时历史发展到 那个地方 秦国还有那样一种 野蛮的风俗 没有消灭 可是呢 人的思想又已经开始 松动了 开始开化 变理性了 所以呢 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 这件事不好 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 这件事不合适了 那么于是呢 出现了这种历史的进程 和人的思想之间的 这个矛盾 然后呢 这个诗人就感觉到了痛苦 他这个时候就说 呼天 说苍天呢 你害死了我们的良人 《黄鸟》这首诗 所反映的 就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里 那么很多旧的风俗还占支配地位 可是人的思想却已经更新了 然后这个更新了的思想 重新审视这个旧风俗的时候 就发现了很多问题 原来大家习以为常的殉葬制度 现在看起来不合理了 开始抗争了 那么我们总是说 中国呀是一个礼仪之邦 中国人呢是比较理性的 性格比较温和 也不走极端 而且呢也不会盲目地迷信鬼神 这确实是我们中国人 现在的一种秉性 但是如果我们去 好好地读一读古书 我们看一看黄鸟这样的事 我们就会明白 我们这样一个温和 理性的民族 它也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 它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比如在黄鸟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看到有这样血腥的风俗存在 而且还是广泛的存在 你从紫车阁的这个 发现的这个墓室当中也有人训 所以像黄鸟这首诗 就既向我们展示了 当时那种旧风俗的遗存 同时呢又向我们预告了 未来秦国人人性的觉醒 他们将不可阻挡地 继续地走向理性 走向文明 其实呢秦穆公本人 他正是这样一个站在 新旧时代门槛上的一个人物 从个人的品性上来说 他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人而爱人的 懂得人的价值 珍惜人的生命 这样一位国君了 但是呢 他那个时代的强大的风俗 也依然支配着他 让他做出让三良殉葬的 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们呢 也不可避免地 为他感觉到惋惜 好像他可以做得更完美 更好 在左传当中呢 就曾经记录了一个 跟秦穆公这个时代 先后差不多的时代的事情 就是带有一种赞扬的态度 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秦国的邻国晋国 有一个大夫非常有权势 叫做魏武子 魏武子晚年得到一位爱妾 年纪很轻 那么魏武子很喜欢他 可是这位爱妾呢 没有自己的儿女 那魏武子就担心 自己年纪这么大了 什么时候死了 这个爱妾年纪又轻 又没有儿女可以依靠 那他怎么办呢 于是他叫来自己的儿子魏科 跟他交代 这个女子我是很喜欢他的 将来我要是死了 你一定找一个好人家 把他嫁掉 把他的余生安排好 不要让他受委屈 这是很好的想法 可是魏武子年纪是真大了 到了病危的时刻了 人到了病危的时候 他身体受折磨 他身体难受 然后精神呢又恐惧 他怕死 然后又留恋人事 希望有人陪伴 他又找了自己的儿子 说不行 那个爱妾呀 我死之后 你一定要把他杀掉 给我放到墓里头 让他继续陪着我 不然我实在是孤单 我离不了他 当时魏科呢 大概也没有跟他争论 就也答应下来了 等到真有一天 魏武子逝世了 安排葬礼的时候 魏科却没有那么做 那么他依然是 把父亲下葬之后 给这个侍妾 又找了一个好人家 把他嫁掉了 当时就有人问了 说你这儿子怎么当的呀 你这对不起父亲呢 可是魏科表示呢 他说我的父亲 在身体好的时候 神智清楚的时候 曾经告诉我 好好安排这个 适切的余生 那么我不能因为 人到了这个临死的时候 身体难受啊 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然后说几句话 我就把他杀死啊 所以他说 我更愿意听 我先人的好命令 而不是他临终的时候 已经糊涂了之后的命令 我认为这才是尊重我父亲的想法 所以左传就是表彰他 能够分得清 什么样的事情 是合理的 能够尊崇父亲 在神智清楚时候的命令 能够珍惜别人的生命 做出符合人道的选择 所以左传和黄鸟一样 代表了那个时代 人性觉醒的大方向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会